今天很荣幸能与各位在此共聚一趟 这是藏族国教在台湾相当特别的时刻 在国际藏族国教研究会所有人的努力之下 我们一步一步实现洪法的愿见 现在正式开启和占星的一页 台湾藏族国教网络电视台就在今晚揭开训练 从此我们将埋入于网络电视台洪法的道路 以网络网络的无人佛界来实现让世界看见佛法的立下 19世纪科技蓬勃发展 从此人们不断地追求与相守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便利性 但是当物质文明的迷人们迷失于自信快速发达的速度感 这是开始寻求精神上的究竟解脱 无知文明的无知文明而已 无知文明的尽头却也发现了跨刻的原理 印证了两千多年前 佛天 花艳径等其中所禅所的世界观 而佛教中不自信的观念 福音乐此不准定律 科学家们不断地发现 2557年前 斯加牟尼佛所宣传的妙法 在透过这千百年以来 如同连进一半的催泪 而各性佛陀的教法是记得起考验 而这也正说明了 佛陀的教育是最适合于现代人类的教育 在古老的时代里 我们想要学习佛法 需要到很远的盛盛力悬放散之时 更可能是追求一辈子也遇不到 但是如今 21世纪是最高科技发达的 王纪王老的时代 也因为如此 佛教在这个新时代里 更可以孙艺时代潮流的发展 让学习佛法的途径 因时代的不同而更加边理 弘扬佛法可以通过 王纪王禄的 五国间 与济世心得力 特色 而这也是台湾藏传佛教 王禄电视台 成立的注意 台湾藏传佛教 王禄电视台 虽然这是几位 在台湾常驻的人伯奇们 所共通成立的 但是希望未来可以成为 一个全球性 一个国际性 以弘扬佛法的佛教 组织 能成为所现代 最有敌意 众生的平台 透过这个网络 电视台的佛法教育 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 生命的价值观 了解慈悲与智慧 以及和平与和谐的 实际观 让一切 在地球上 所有生命的众生 成为 相互慈爱的一家人 进而 做到保护大责任 幻境的责任 在网络电视台 不能有 政治的当派 不能有 宗教派别 四任团体的介入 我们之一 佛教 两个字 组织 一无私的态度 来成本 佛教 网络电视台的事业 我们也 称心的希望 全台湾的 佛教中心 都能够一起 来加入我们的 佛心事业 这是 一条 长远的道路 在此 希望能够 很多人的支持 以采余 不论是在 金山上 无知上 其实这是一份 小小的关系 我们 依旧不胜 感激 在此 我们 祈愿能够 与更多的 法友 一起来 未来 共同完成 让世界 看见 佛法 愿世界 看见 佛法 谢谢大家